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今天咱们一个视频做两个手工 而且都很实用 上面这两份是小手工的材料 长度24,宽度8厘米 面子上我套60克的五纺秤 下面这个是大手工的材料 铺棉长度34,宽度8厘米 然后放1厘米的缝缝 也是面子一份,里子一份 那咱们这个大手工还需要两个布片 这个布片的长度10厘米,宽度5厘米 反面也是烫60克的五纺秤 今天手工非常简单 我两个就一起做了 咱们把这个小手工正面和正面相对 铺上这两条边 那咱们那个大的手工稍微复杂一些 我们在里子上先搁上两个小布片 然后铺住这条线 然后这个两个毛边和咱们这个面子材料 铺在一起 也就是说咱们把这四片材料连在一起了 车好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小材料缝缝放在中间 大材料呢 我们把拼接的放在中间 然后我们都把它给熨烫一下 熨烫好以后呢 咱们这个小的材料两侧 车上线 在里子这儿呢 留一个反口 大这份材料呢 也是两侧 车上线 那这儿呢 是一个反口 然后中间拼接的部分呢 咱们不车 车好以后呢 我们把放到正面 用缝纫机呢 把反口给封上 然后啊 把里子塞进去 小手工啊 里子塞好后呢 口子这儿哈 是平的 我们大的呢 包口部分 现在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呢 我们在纯色的地方 两边啊 各侧一条窄边 最后咱们在小手工上 钉两颗气眼 大的手工上呢 穿上弹片口巾 穿上一根挂绳呢 咱们两个手工啊 就做好了 小手工啊 是个卡包 大手工呢 是一个弹片口巾包 我们可以用来放眼镜哈 是不是很实用 这期视频内容呢 就是这些了 感谢您啊 花宝贵的时间 来看我的视频 记得帮忙点赞哦 我记得帮忙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